火星藍轉型帶貨王 馬斯克大賺比特幣 特斯拉臨床危機 左手遭遇蘋果 右手碰到中共 首富的日子非常旺 大家好 歡迎來到財商天下 我是慧妍 這幾天比特幣又狂升了 還一度衝破了5萬7千美元 當中不少得特斯拉CEO 馬斯克的功勞 現在的馬斯克 已經成為了 幣圈第一帶貨王 不僅熱衷投資比特幣 可能將來還會開發火星幣 但是有人說 就好像華為要轉型養豬一樣 這個馬斯克突然熱推比特幣 也可能預視特斯拉的前景不樂觀 那麼我們今天就來談談 馬斯克的特斯拉怎樣 今年1月份 特斯拉宣布斥資15億美元 扣入比特幣 除此令價格有些回升的比特幣 立即又大熱 馬斯克在推特上 有超過4,700萬粉絲 所以馬斯克只是在個人簡介中 增加了比特幣的標籤 就開啟了比特幣一路飆升的形勢 總之在2月20日 比特幣的價格一度升破5萬7千美元 據《泰布士報》的說法 特斯拉對比特幣的投資利潤 接近9億3千萬美元 比該公司2020年的銷售利潤 7億2千1百萬美元還高出三成 即使大賺 作為特斯拉CEO 馬斯克似乎也不太興奮 在20日 馬斯克在推特上說 比特幣和以太幣的價格似乎有點高 馬斯克似乎一直表現得對財富、首富等銜透 可謂不在乎 但作為全球第一科技紅人 他的一舉一動就會引發其他人的關注 在16日 特斯拉因股價下跌2.4% 馬斯克的財富也縮水了46億美元 當時亞馬遜創辦人貝索斯 因此短暫重回全球首富的寶座 不過馬斯克旗下的SpaceX 這個月在紅燦資本投資者中 籌集了8億5千萬美元 帶動SpaceX股價飆升到740億美元 所以馬斯克就迅速迎接一個大反轉 重返首富位置 看來馬斯克重返首富位置 並不是特斯拉買比特幣的公路 但對於特斯拉來說 投資比特幣的獲利佔比仍然是不容看低 而馬斯克進入幣圈 很多人認為 是對加密貨幣的一個重要歷史轉折點 這樣高調進入幣圈的馬斯克 在為他的特斯拉賺了一大筆錢的時候 他的特斯拉正面臨著什麼情況呢? 在近期的投資圈 熱門話題應該是蘋果電動車Apple Car 其實很長時間以來 蘋果電動車一直是投資人關注的話題 但大多數時間這款車都處於購賞階段 只聽樓梯響不見人客內 現在在智能手機市場取得最大利潤的蘋果公司 已經開始猶豫分享電動車的技術熱點 著手進行積極的搶食計劃 我們也知道特斯拉被稱為是汽車界的蘋果手機 那現在做蘋果手機的公司要來做汽車了 那特斯拉將會被逼到哪裡? 如果蘋果電動車推出 可能會佔據電動車的高端市場 特斯拉很可能會被蘋果這個巨頭壓住 也可能有人會說 現在特斯拉在中國設廠 不是有中國這個龐大的市場嗎? 我們看看現在中國的市場 有很多科技巨頭也聯同汽車企業虎視擔擔 即使這些合作還未成熟 但是中國大陸電動車市場 也已經有未來汽車、理想汽車等這些車的激烈競爭 當年特斯拉在上海建廠的確令人非常看好特斯拉的股票 但是在現在的趨勢 可以看到將來的一個局面是 特斯拉再被北京利用幾年 就再沒有利用價值了 而在中國大陸的市場背景下 特斯拉之後的日子恐怕會非常難過 可以說來自北京的影響 會是決定特斯拉未來幾年發展輪廓的重要因素 在此 我們就先由特斯拉在上海建廠的背景說起 在去年年底 就已經有消息傳出 蘋果將在2021年第三季 推出第一款蘋果電動車 當時馬斯克曾發過一段推文 提到在研發特斯拉Model 3最黑暗的日子裡 曾經試圖與蘋果討論收購特斯拉的可能性 而且價格只是現在市值的十分之一 不過蘋果CEO傅克就拒絕了會面 或者蘋果當時的蘋果電動車研發已經進展得不錯 自然就不會考慮收購特斯拉 我們再看2019年 在當年4月 特斯拉公布的第一季度交付數據顯示 雖然同比增長110%得到6萬3千部 但遠低於分析師預期的7萬3500部 於是當時馬斯克開始大隊 勒緊庫頭過日子 拋出了新成本削減計劃 甚至洗手間用紙都要限量使用 一個月後 特斯拉的股價跌至三年最低點 只剩下177美元 當時美國價值投資人俱樂部VIC 還發表了做空報告 預測特斯拉的股票價值 將會跌至每股50美元左右 而且說如果特斯拉破產 將會一文不值 馬斯克在當時也曾經悲情地說 自己沒有子女、沒有朋友 除了工作就一無所有 當時就在馬斯克走投無路的時候 中國那邊幽傳出了好消息 早在2013年底 特斯拉已經進入了中國市場銷售 並且在北京設立了7家體驗中心 和6個服務網站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電動汽車市場 長期以來 特斯拉一直想在中國設廠擴大產能 不過中國對於外資的限制是半腳石 但是在2018年4月 北京突然轉變態度 承諾取消汽車產業的外資限制 為特斯拉上海超級工廠建設鋪平道路 2018年7月 馬斯克進行了為期三天的訪華行程 在上海 和市委書記見了面 和上海臨港管委會 和臨港集團簽署了純電動車項目投資協議 而在北京又和北京市長見面 宣布成立了北京科技創新中心 而在當時正是中美貿易戰激烈進行 貿易談判陷入僵局的時候 按美國雜誌政客的說法 特斯拉在中國可以說是備受禮遇 在2019年1月 馬斯克還和中共總理李克強在中南海會面 當時李克強說希望特斯拉能夠站穩腳步擴大市場 還說特斯拉有可能是中國經濟開放的參與者 中美關係穩定的推動者 並表示可以向馬斯克發放中國綠卡 在中共眼中 特斯拉模擬成為一個政治符號 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 中共要用傾國之力來幫助馬斯克建造特斯拉 2020年1月 馬斯克再次飛到中國 親父上海進行國產Model 3車主交付活動 並在演講當時 意外地跳起紅貓舞 老實說 馬斯克跳的舞很符合他的科技達人形象 當時馬斯克還感激地說 沒有中國的支持 就沒有特斯拉的今天 其實準確一點說 應該說是中共政府的支持 馬斯克的一番話 其實也確實說出當時特斯拉起死回生 之後股價不斷飆升的主要原因 特斯拉在上海的超級工廠 佔地近1300毫 只用了5個月的興建時間 當時馬斯克曾經興奮表示 這是所見過的 堅成速度最快的建築 在未來 他具備連產50萬 甚至100萬部電動車的潛力 而之前 特斯拉在美國建設的2號超級工廠 用了兩年時間 2019年10月 馬斯克發表第三季度財政報告 宣布特斯拉盈利 若按區域劃分 第三季度在美國的銷售額 下降20億美元以上 在中國的銷售額大升6億6,900萬美元 只是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市場 2020年12月 馬斯克接受訪問說 特斯拉最有競爭力的對手 可能是來自中國的公司 因為中國至少有八、九成汽車公司 都向電氣化發展 在過去近一年裡 特斯拉還有中國的未來 小鵬、理想等公司的股價 都升穿超過10倍 這種不說道理的暴升 到底是新能源汽車時代已經來到 還是巨大泡沫 恐怕需要時間才能給出答案 不過不少專家就表示擔心 2020年10月份曾經有分析師說 特斯拉股價走勢過於極端 和基本層面完全脫節 並懷疑有人是故意炒作 也說即使投資者將眼光放遠 特斯拉目前的股值也留下很多有限的上條空間 僅僅就存在巨大的下條空間 當時特斯拉股價 在10個月內上升幅度多達425% 相比之下 同時期標普500指數的升幅為9% 看來上海特斯拉不顧一切追求產量 或是為了特斯拉帳面盈利 從而有機會抬升股價 特斯拉股價推高了 中國其它電動汽車的股價也會推高 股價飆升 這樣中共的真正目的也能實現 這一點可能馬斯克自己也心知肚明 雖然在中共的幫助下 特斯拉在中國大陸的進展 進入了高速路 但好景並不長 特斯拉和中共的蜜月期很快過去 大家還記得在2020年10月 曾經有接近500部 特斯拉的汽車被回收的事件嗎? 當時中國國家市場監管總局表示 計劃回收的車輛 包括由美國入口的Model S和Model X 原因是與車輛懸架有關 但之後 特斯拉的法律事務執行顧問認為 實際上 這兩款回收的美國生產的型號 懸架並沒有缺陷 中國政府是強迫特斯拉進行不必要的回收 當時的回收事件 也有不少人挖苦中共的意圖 也太明顯了 因為強迫回收的特斯拉 都是由美國入口的車輛 而沒有涉及在中國大陸生產的同款型號 之後特斯拉就進行回擊 2021年新年第一日 特斯拉的中國官方網站宣布 兩款Model Y型號的最新銷售價為339,900元人民幣起 與之前的價格相比 減價幅度最高達165,100元人民幣 特斯拉引人瞭目的大幅度減價 被大陸媒體認為是價格逃殺 攻擊了同類型的大部分汽車 也有網友說 大陸廠商誰受得特斯拉這樣戒減價 一來一回之後 中共表現出更明顯的警告 2021年2月8日 中共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網站發出公告 與中央網信辦工業和資訊發布 交通運輸部 以及應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 聯合約談特斯拉汽車北京和上海公司 做什麼呢?要求特斯拉遵守中國法律 加強管理 之後特斯拉發表聲明表示 將會強化自我檢查 周氏檢華爾街日報報道說 對特斯拉來說 監管部門的約談 標誌著中國的態度發生了變化 沒錯 在中國被政府約談就是出問題的前奏 有人說特斯拉很可能成為完美演繹中共 養、套殺三部曲的外資經典案例 就是養成、套緊、宰殺這三個步驟 對特斯拉來說 前面有來自蘋果電動車的威脅 後面是隨時可能製出殺招的中共 現在可以通過大熱比特幣 為特斯拉帶動一些收益 但是接下來 要怎麼續寫特斯拉的生命力 可能還會是馬斯克要擔心的事 以上就是我們今次節目的分享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